德川家康终结了日本战国的百年战乱 开创了统治日本二百六十多年的德川幕府 他身上有颇多过人之处 不过近现代很多文学和影视作品 都着意刻画他超乎常人的忍耐力 比如强调德川家康幼年时代 在金川家座人质时忍辱负重的经历 又比如他后来为了保住德川家 不惜接受知田信长的命令 杀死了自己的长子和正式夫人等等 诸如此类的经历自然给人留下了 他长期忍受屈辱 最终媳妇儿熬成婆的印象 实际上德川家康长期臣妇于比他更强大的大明 甚至为了保全本家而杀掉妻儿 绝不简单因为他有着忍耐的性格 还有着诸多内外因素 德川家康为何能在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 最终取得辉煌的政治成就呢 他不同于普通人的超凡才能又体现在何处 德川家康原姓松平 出身三合国豪族 在他出生前 祖父松平清康曾一度统一了三合国 松平清康是被誉为活到三十岁就能得到天下的名价 在与松平家死敌 郡和国金川伟张国芝田两家的战争中多次得胜 可惜二十五岁就被家臣暗杀了 清康死后 松平家的势力迅速衰落 芝田家也加紧了对松平家的攻势 为了保住本家的基业 清康之子松平广中只能向金川家的家都金川一元求援 金川一元答应给予支援 但提出了松平家要提供人质的要求 已经山穷水晶的松平广中 只能将自己的儿子竹千代送往金川家做人质 竹千代是德川家康的辱名 家族蒙难 致使竹千代年轻五岁就不得不背井立香 谁知松平家负责护送竹千代之人与芝田家内通 在半路上将竹千代送到了芝田家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年幼的竹千代结识了当时芝田家家都 芝田信秀之子吉法师 并建立了友谊 吉法师及日后的芝田信长 其后 芝田家与金川家为争夺三合国的控制权 爆发了小豆百合战 金川家不但大获全胜 还升勤了芝田信秀的树长子 芝田信广 在金川议员的军师太原雪寨的安排下 金川家用芝田信广换回了竹千代 从此 颠沛流离的竹千代 开始了在金川家的人质生涯 可是成为人质后的竹千代 并未给松平家带来期望中的稳定 和父亲一样 松平广中也死于家臣之首 此时只有24岁 松平家立刻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 金川议员借机派大将 朝比奈太能接管松平家的主城钢崎城 至此 松平家已经名存是亡 然而 松平家的家臣们并没有放弃复兴主家的希望 留守钢崎城的松平重家臣 想方设法要赢回幼主 而这一时期的竹千代 虽然年幼 却已表现出了一位战国豪强 所应具备的强硬作风 一次狩猎时 家臣之子鸟居炎幼卫门 把竹千代训养的鹰弄丢了 竹千代大怒 把燕幼卫门打倒在地 并把他的头按在了地上 行为虽然暴横 却让松平家臣们认定 这位幼主并不是欺负广中那样的懦弱之人 倒是颇有祖父清康的风范 从竹千代身上 松平家臣们看到了久违的血性 看到了光复本家的希望 不仅松平家臣 随着竹千代年龄增长 金川家的家臣 也开始对这位松平家的幼主 另眼相看 特别是金川议员的军师 太原雪斋 看出了竹千代并非寻常角色 甚至撮合了竹千代 与金川议员外甥女的婚事 以此加固松平家与金川家的关系 要知道 金川家本想借接管刚齐城的机会 彻底瓦解到松平家 可看到忠心耿耿的松平家臣 以及竹千代的表现 认识到松平家势力有存 且不亦虚从 只能转而拉拢 金川家对待松平家态度的转变 给了竹千代复兴祖业的机会 如果他是一个任人摆布的懦弱少年 或者是不堪大任的将领 恐怕是不可能让松平家起死回生的 那么身为人质的竹千代 将如何从金川家脱身 又如何带领松平家走向复兴呢 竹千代成年后 先改名为松平原信 而后松平原信将名字中的信 改为祖父金康的康 视为松平原康 从这次改名也能看出 他对祖父曾经辉煌的追思与向往 原本依附于金川家的松平家旧臣 重新聚拢到了原康身边 松平家的势力逐渐复兴 再次独立已只是个时间问题 正巧金川议员在率军进攻伟张国 芝田家的统侠兼合战中 被芝田家年轻的新加都 芝田信长阵战军队大败 金川家实力遭受重创 对三合国的统治力一落千丈 松平原康趁机回到钢崎城 脱离金川家真正实现了独立 宣布独立后 松平原康摒弃了名字中 从金川议员那里取来的原字 改名为家康 又获得朝廷的允许 把姓改成了德川 称为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这么做 不仅与老东家金川家翻脸 而且还面临着芝田家的威胁 形势非常严峻 就在此时 本该是敌人的芝田信长 突然向家康提出结盟 家康应邀到青州城与信长会面 芝田德川两家随即结成了青州同盟 成为盟友 在毁约破盟 如同家常变范的日本战国时代 青州同盟是少有的贯彻始终的军事同盟 在后世记载和研究中 一般都把青州同盟 地级的原因归结于芝田信长和德川家康 幼年时期的友谊 以及芝田信长的战略天赋 实际上 能够被信长看中为以东面之势 也与家康本人的能力和作风有很大关系 在统侠监合战中 德川家康作为金川军的先锋 率领德川家的军队 攻陷了芝田家防卫前上 完根宅 并振斩芝田家大将佐久坚胜仲 这次战斗给芝田信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三合武士所拥有的强劲战力 以及他们的新领袖家康的魄力 都让他刮目相看 同时信长也认识到 家康正是血气方刚之时 德川家又是折服十余年后 刚刚独立 士气正望 若与之硬拼 不仅难免两败俱伤 纠缠不休 对自身的发展也不利 因而选择了和家康结盟 因此 在与信长作战时表现出的强硬 是家康能够获得信长这个盟友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 德川家康主要的性格特点就是强硬 这样的性格在他一生中的各个时期 都表现得非常明显 日本战国时代 是一个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时代 身为家族领袖 没有赢得战争的能力 就无法赢得家臣和盟友们的信任和尊重 可以说 强硬是每一个成功的战国大名 必备的性格特点 结盟之后 知田信长将三合国以东 全部交给了家康负责 自己则全力向西边进军 最终成为天下霸主 家康也在解除后顾之忧后 统一了三合国 并与贾匪国的武田家联手 消灭了金川家 占领了远江国 成为拥有远江三合两国的战国大名 完成了祖辈 未能企及的工业 青州同盟让德川家康摆脱了四面受敌的状态 使他得以向东不断扩张领土 更重要的是 这一同盟还让他成为知田信长最重要的盟友 从而参与到了未来控制日本大部分地区的 知田五家政权的创建过程之中 为自己夺取天下打开了通道 结盟期间 德川知田两家在两个方向上协同作战 一方面 在京都周边对付前景朝仓两家 德川知田联军与前景朝仓联军之间的紫川合战 是德川家第一次在三合国之外的地方参加的大规模会战 其优异的表现 让德川家康及其三合家臣团获得了知田信长的认可 另一方面是向东对付武田家 当时知田信长发展迅速引起了诸多大明的恐慌 这些大明联手组织包围网合力进攻知田家的领地 以军事能力强文明于世的武田家也是成员 正当知田信长的主力军队被京都周边敌人牵制时 武田家家都武田信玄趁机率军在东面发动进攻 为了阻止武田信玄的上落行动 德川家康倾全军之力与武田家展开了三方圆核战 分身乏术的信长只派出了部将佐久坚信盛率领三千人协助作战 这支小部队还因主将信盛毫无斗志而根本没有权力参战 三方圆之战 面对强大的武田军德川军虽然战败但拖延了武田的进军速度 为信长打破包围网赢得了时间 武田信玄还在围攻德川家的过程中死去 这些都对信长能够统一日本中部有着重大的意义 虽然此后 知田家的势力在西边迅速增强 德川家在东边因为受到武田家压制而发展有限 可凭借在历次战役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家康仍被信长视为与自己地位平等的盟友 和夺取天下过程中最重要的帮手 而非与柴秀及明智光秀那样的加成 不过 一场波及全日本的变故 将德川家康的命运迅速转向了另一条道路 知田信长在打破两次包围网后 势力如日中天 原先的敌人 朝仓 前景 武田等家 全都失败覆灭 但随后发生的本能寺之变 却成了日本战国历史上的转折点 知田信长在这场兵变中死 他自己布下明智光秀的手中 在霸业江城之际刻然尝试 对德川家康来说 这一世界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本能寺之变发生时 家康正在大阪附近的界游览 听闻信长遇害后 政治嗅觉敏锐的家康立即决定返回领地 可是京都附近已经陷入了大混乱之中 家康返回的时间被延误了 结果 等到家康调集军队 准备征讨明智光秀 明智光秀已经被知田家重臣与财秀级消灭了 本能寺之变造成的另一个影响 是许多新进纳入知田家势力范围的领地出现了动大 特别是武田家的旧领 甲匪 信农 上野等国更是蠢蠢欲动 甲匪 信农与德川家的领地相邻 又被上山 北条等强大的大明给予 这让德川家的周边形势突然变得异常复杂 在少年时代和青州同盟时期 德川家是靠强硬有为而利于乱世 而面对这样的复杂局面 德川家康就不能再凭一时血气之勇 而必须在做出决定前再三权衡 从这时起 他开始变成了一个谨慎稳重的决策者 本能四肢变后 以替知田信长报仇为名进军京都 进而继承信长的统治地位 这是信长的部将和盟友都希望做到的事情 可此时 与柴秀吉抢先一步已经得手 再向京都进军也已失去意义 因此 家康果断决定调整方向 转而开始争夺武田家的旧领 尽可能在知田信长死后 这段大乱时期为自己捞足好处 当时 关东北条家在争夺武田旧领的竞争中 占据了先机 先驱逐了镇守上野国的信长部将 龙川一役 又占领了甲匪信农的大部分地区 德川家与北条家原本关系合目 基本属于同一阵营 没有战略上的冲突 另外 北条家的北条市归与德川家康 都曾在金川家做过人质 两人在少年时期就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 但在争夺武田旧领的问题上 德川家康还是决定与北条一战 因为此前 他实际上已经为日后向甲匪信农方向拓展势力做了一些准备 如今 将这些领地拱手让与北条 便会导致此前的努力前攻进气 在战略层面上 宇柴秀姬已然取代支田信长 成为进击美农地区的霸主 北条家则是关东地区的霸主 如果北条再占据了甲匪信农 德川家就会面临被两大强国包围的态势 因此 德川家康必须赶在北条 在甲匪信农立足慰稳之时将其击退 由于北条军已在甲信地区占据优势 德川家康一方面派出自己的部将 占据甲匪国重镇新府城 一方面 为武田旧臣提供人力物力支持 武田旧臣凭借熟悉地形和善于野战的优势 对北条军进行袭击 北条家在不断的袭扰之下 难以在甲信立足 又担心被另一敌人佐竹家 从背后袭击 因此与德川家达成合议 合议划分了两家的势力范围 德川家支配甲匪信农二国 北条家则可放手侵占上野国 同时两家还建立了联姻关系 北条家的北条市值 娶德川家康的女儿都基 这次战争史称天正人武之乱 德川家康通过此战确立了 自己对甲匪信农的同志 加之此前已经领有三河 远江 俊河三国 此时他已成为了拥有五国之地的强大大名 可是作为信长继承人的羽柴秀吉 已经将手伸向了德川家康 一场激烈的对决不可避免 在与日本新一代霸主羽柴秀吉的交锋中 德川家康的命运又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 除了获得新领土 德川家康在天正人武之乱中 还扭转了战略上的被动 战后 他与北条家之间的关系并未破裂 还通过联姻得以巩固 这让他在日后 与宇柴秀吉的决战中 不再有后顾之忧 北条与德川两家从和睦到开战 再从对战到联姻 关系大起大落 这也体现出战国时代的特点 即决定人与人 家族与家族之间关系的 不是情意 而是实力 在这种情况下 要想赢得外交胜利 就要首先把潜在的结盟对象打腾 以此展示自己的实力 让对方认识到和自己结盟的价值 在与宇柴秀吉的争斗中 他的这一外交手法 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宇柴秀吉在本能四之变后 迅速回军京都 先是在山崎河战中 击败明智光秀 为知田信长报了仇 接着 他又在青州会议上 推荐知田信长的孙子三法师 作为信长的继承人 而自己则作为三法师的监护人 继承了信长的权利 家康好不容易与北条家达成合议 回过头来 再要与秀吉争夺天下时 秀吉已经坐稳了 日本中部的霸主宝座 对德川家康来说 主动向秀吉提出议和 保住自己五国之主的地位 也是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 但这样做就会在日后 与秀吉的博弈中处于被动 因此 德川家康打定主意 要给秀吉制造一个大麻烦 逼秀吉主动找他来议和 化被动为主动 对与柴秀吉继承信长的权利 很多知田家重臣都心怀不满 其中 柴田圣家 知田信孝都被秀吉消灭掉了 此时 只剩信长的次子知田信雄 还拥有较强的实力 家康就在背后支持知田信雄 并拉拢其他大名 一起组建了秀吉包围网 意图打击新上位不久的秀吉 秀吉对形势的发展动若观火 他很清楚 知田信雄只是个傀儡而已 既没有对抗自己的胆识 也没有组织起各方诸侯 围攻自己的能力 因此 他判定秀吉包围网的背后主使 是德川家康 宇柴秀吉曾多次与德川家康共事 对家康也非常了解 他知道 这个看起来土里土济的三河人 是一块难啃的骨头 为了对付家康 秀吉调动了近十万军队 而此时 家康的全部军力只有三万五千人 宇柴军与德川支田联军 在小木山一带对峙 拉开了小木长久守核战的序幕 德川军先与宇柴军到达战场 占据了有力地形 加之 宇柴军远道而来是疲惫之之 这让宇柴秀吉很难在战场上占到便宜 为了打破僵局 秀吉派人到信农地区 去拉拢当地豪族 木增一昌 又启用信长旧将龙川一役以分化支田信雄的力量 但这种迂回策略收效并不明显 最终 秀吉采纳了部下池田恒星的意见 决定险中求胜 偷袭加康的根据地刚骑城 然而 宇柴秀吉的意图很快就被加康察觉 加康在宇柴军奔袭刚骑城的必经之道 长久守古地射服 一举击溃了池田恒星率领的别动队 池田恒星 池田援柱 森长可等宇柴军名将战死 经此一战 宇柴军在主战场上的优势已被瓦解 在各个分战场上 两军也陷入了拉锯战之中 至此 宇柴秀吉在战场上击败德川家的计划彻底破产 德川家康实现了给秀吉制造麻烦的目标 老道的宇柴秀吉转而采取外交方式来解决党在他统一天下之路上的障碍 德川家康考虑如何在何役中抬高自己的价码 为了让秀吉接受自己的条件 他一再拒绝和谈 结果和谈被拖了几个月才达成 除枝田信雄向宇柴秀吉割让犬山城外 何役并未对双方领地做出调整 可以说秀吉大动干戈却收获非常有限 对德川家康来说 这次议和却是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 尽管他通过送赐子给秀吉做养子 表示了对秀吉的臣服 但他是在战胜秀吉之后对秀吉臣服的 取得了最大的政治优势 秀吉也不惜把妹妹嫁给家康 甚至让自己的母亲到家康的居城去做人质 这也使得家康成为了秀吉家臣中最特殊 实力最强也是最为秀吉所忌惮的人 宇柴秀吉曾因替信长报仇 获得了继承知田家的大义名分 而在小牧长久守合战中 德川家康通过为保护信长之子而战 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 在政治上 家康扳回了本能寺之变后 输给秀吉的那一局 然而身为一代枭雄心怀雄心壮志的德川家康 决不甘于永久臣服在宇柴家的麾下 为了登上权力的最高峰 他与宇柴家的名争暗斗才刚刚开始 臣服于宇柴秀吉 很快就给德川家康带来了实质性的好处 收服家康后 秀吉把关东霸主北条家 选做了下一个征服的目标 借口北条家家都 市政市职父子不上京拜见天皇 以及不顾他的命令 肆意攻击别家领地 调动大军攻入关东 德川家康作为先锋 从陆路由西向东进攻北条家 前天立家 上山景盛等北路大名 从北向南攻击 四国九州等地的大名 则有水路攻击 二十多万大军把北条领地 切割得支离破碎 最后迫使困守小天原城的北条家投降 德川家康刚刚向秀吉表示臣服 在这一战当中自然要全力作战 北条投降后 秀吉将家康从原来的东海 中山道五国之地改封到了关东八州 这次改封虽然把家康从长期经营的领地上调走 却也给了他重新分封家臣编组家臣团的机会 随着关东地区社会趋于稳定 水利得到治理 德川家康的实力获得了巨大的提升 家康在关东的领地有250万弹 而秀吉的直辖领地只有200万弹 从政治上加入秀吉阵营 让家康从一个地方性大名 变成了一个全国性政权中的重量级人物 宇柴秀吉为了标榜自己统治的合法性 向朝廷讨得了太政大臣这一朝臣中的最高官职 又改姓为封臣 德川家康则获得了仅次于太政大臣的内大臣官职 从而名正言顺地成为天下第二人 在封臣秀吉的五大佬五凤行体制中 德川家康成为五大佬之首 更是秀吉去世时托付主持国政之人 可谓位籍人臣 家康也利用这样的身份 频频插手其他大名家族的内部事务 与家康同为五大佬的于喜多秀家 在封臣秀吉组织攻打朝鲜的战役中 承担了繁重的军武 他的妻子又挥霍无度 结果给于喜多家造成了财务危机 财务危机又引起了于喜多家内老臣 和少壮派家臣的冲突 家康利用这一机会 一面不断挑动少壮派 一面阻止调节两派冲突 最终致使于喜多家内部发生遭乱 实力大损 无法再对德川家造成威胁 封臣秀吉续世后 德川家康夺取天下的道路 已不再有敌手 在消灭封臣政权和建立德川幕府的过程中 他将自己的强硬 稳健和谨慎展示的淋漓尽致 封臣秀吉虽然能在很短的时间里 取代支田信长并征服天下 但他建立起的政权并不稳定 对德川家康上山景圣等大名 也只是要求他们臣服 这样的统一方式可谓是胡伦吞枣 而德川家康在消灭封臣家的过程中 则是有步骤有计划 采取了先取枝叶后挖根基的方式 封臣政权最致命的弱点 就是因为发迹过快 缺少世代辅佐主家 与主家结成紧密关系的普代家臣 能够为封臣秀赖所倚重的 只有支田家旧臣 前田立家 秀吉的妻弟前野长正 秀吉的养子 于喜多秀家 和石田三成等少数家臣 秀吉死后不久 前田立家就身患重病 赶到时日无多的前田立家 向德川家康托付了后世 这一做法 虽然不意味着前田家 已经承认了家康的领导地位 但也表达了不愿与德川家 兵戎相见的意思 尽管如此 家康仍然对前田家不放心 德川家康在赴大阪城 觐见风尘修赖的途中 宣称有人要刺杀自己 借着这种无中生有的理由 他要求处分参与谋划的 前田立家之子 前田立长 前野长正 土方雄九和大野智长四人 这四人都是风尘家的骨功之臣 家康此举 一方面是要除掉风尘家的重臣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借打压前田家 向其他大名宣示自己的力量 血气方刚的前田立长 没能压住自己的伙计 叫嚣着要和家康决一死战 于是 家康向天下诸侯发出了准备攻打前田家的命令 大战疑术激发之际 前田立长的长母方春月 制止了前田家激进派的行动 并接受了亲自到江户城做人质的条件 最终 德川家康兵不血刃地 制服了风尘家最为依赖的前田家 还开创了大明向江户城送人质的先例 此后 朱大明再也不敢轻易顶撞家康 有些还向江户大阪两边送了人质 表示自己对风尘德川两家都采取臣服态度 风尘秀吉在征服天下的过程中 依靠的是一批以吴勇著称的家臣 但统一之后 则开始重用善于行政的家臣 结果造成了武勋派和文治派对立 朝鲜之战中 武勋派大都在朝鲜作战 而文治派负责后勤 由于物资分配和技工封赏等方面的问题 两派发生了剧烈的冲突 德川家康利用武勋派对文治派掌控权力不满的心理 极力拉拢武勋派 前田立家在世时 还能凭借自己的威望压制武勋派 在他死后 武勋派的行动彻底失去控制 甚至发生了辅导政责 加藤清政 加藤家明等七名武将 要截杀奉行十田三成的事件 为了逃命 十田三成只能躲进德川家康的宅地 最终德川家康以辞去奉行职务为条件 保全了十田三成的性命 这一事件 不但让德川家康把十田三成这根眼中字 踢出了封臣家的政治核心 并让封臣家内部分裂 发展到了无法收拾的境地 德川家康拉拢大明还采取了联姻的方式 比如四国的封虚赫氏 澳洲的伊达氏等 最初 大明之间私自联谊 是封臣秀吉在世时 明令禁止的 加康肆无忌惮地大搞联姻 就破坏了封臣家的司法权威 封臣家 曾派出增田长盛等三位奉行审礼 结果在加康的压力下 这次审礼不了了之 加康只是做了个下不为例的保证就了事了 德川加康深知 自己打压封臣家嫡妻的行动 势必引起反弹 而变观各路大明 敢于和他正面对抗的 只剩下东北地区的上山景圣 和封臣家重臣十田三成 为了彻底消灭反对他的大明 加康使用了引蛇出动的办法 他以上山景圣拒绝到大阪禁建秀赖为由 出兵征讨上山家 除了德川加外 黑田长正 福岛正泽等支持加康的大明 也都随他一起出征 加康东征造成了近期地区的兵力空虚 这实际上是他故意留给十田三成的破绽 十田三成果然借机发难 联络西国大明讨伐加康 拉开了关元和战的序幕 关元和战是一次战场遍布日本全国的全面战争 德川家为首的东军对决封臣家为首的西军 由于战前进行过周密的计划 加康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占据了战略优势 在东北地区 东军主力是与德川加康结了亲家的伊达正宗的军队 为了防止西军上山军南下 加康还派自己的次子杰成秀康 统领关东各路军队围堵上山家 在北陆地区 钱田家加入了东军 为了向加康表忠心 钱田立场统帅者丹羽长仲等北陆大明全力出战 牵制住了北陆地区西军各大明的兵力 还让官员战场上的西军主力 不得不时刻提防他们从晋江国南下 九州方面 武勋派大将加藤清政加入东军 由于他的牵制 领地与加藤清政毗邻的西军主力之一 小西行长 只带着一半部队赶到了官员战场 加康的战略部署虽然周密 但也有百密一书之处 信农的真田家 是曾击败过德川军的强力大明 加康的部将 本多终生的女儿和真田家的真田信信结婚 这样的联姻关系 本应让真田家倒向德川一方 但在讨论支持哪一方时 真田家内部发生了分裂 最后 真田昌信和真田信村加入了西军 真田信信加入了东军 昌信 信村父子加入西军 给加康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在部署完对上山家的围攻之后 加康就派自己的嫡子德川秀忠率德川军三万主力 由中山道向伟农地区进军 可秀忠却在信农被真田家缠住 结果延误了行军 没能赶上官员的决战 官员合战是德川加康夺取天下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战 最终他也在这场战役中大获全胜 可是这一战对加康来说却赢得非常不易 可以说官员之战是在对东军极端不利的情况下开打的 东军是从征讨上山家的前线撤回赶往官员的 这就让西军占得了先机 西军占据了大圆城 为了避开宫城战节约时间 不善宫城的加康命人散步 东军将绕开大圆城直扑大阪的消息 引西军出城决战 西军出城后石亭三城 大谷吉祭 小枣川秀秋等人 在屁尾山和松尾山山脚下布阵 毛利家的军队部署在了南宫山上 而东军则是在这三座山之间的平原上布阵 不仅没开战就自己进入了西军的口袋阵 还只能从山下向山上养公 从作战过程来看 东军也是从一开始就陷入古战 东军的福岛正泽黑田长正 藤堂高虎等都是风尘秀吉麾下的猛架 可他们的军队却被西军 雨喜多秀家 大谷吉祭等人的军队死死压住 多次进攻毫无进展 东军还是靠内应才赢得了胜利 毛利家的吉川广家与德川家内通 阻止了毛利军参战 让家康得以将南宫山方向的军队调回参与队十田三城等人的攻击 在松山上的小枣川秀丘临阵倒戈 小川幼中等人也随他一起倒戈 造成西军父辈受敌 最终全军覆灭 在评论风尘秀吉和德川家康的军事才能时 一般都会谈到秀吉善攻城 家康善野战 德川家康在野战中除了输给武田信玄的三方援河战外 几乎未尝有败绩 家康指挥战争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化地为首步步为营 也就是抢先控制住战场上的关键点 然后再一步步化被动为主动 进而逐步蚕食对方最终取得胜利 官员战场上 家康发现西军中的小西行长的军队战斗力最弱 于是他调动南宫山方向的山内义丰等人的军队 到替尾山下加强对小西军的攻势 小西军的后撤又造成了临近的雨洗多军的侧翼暴露 从而使战局发生了逆转 官员和战为德川家康扫除了消灭封臣家的最后障碍 此后再也没有人敢于替封臣家出头 到大阪之战时 甚至连封臣秀赖的首级家佬片桶且圆 都倒戈到了家康阵中 家康前进的道路终于畅通无阻了 成为幕府将军的德川家康延续了自己一贯的强硬 给大明制定了严格的行为规范 要求大明为德川家建造城堡出钱出力 还命令他们毁掉自己岭内除主城之外的所有城堡 凡是有不服从幕府的一律没收领地 即便是当初为他夺取天下出国力的人也不放过 比如家藤清正的儿子家藤中广 就因触怒幕府而被没收了领地 家康不止对武士强硬 对京都朝廷乃至天皇都采取强硬的对策 为了逼迫朝廷接受他开授的条件 家康甚至以银功乱产为由 放逐过天皇的嫔妃和女官 家康去世后 德川幕府的二代将军秀忠 和三代将军家光都继续着强硬政策 特别是德川家光 他从小就把祖父视为偶像 执政期间内推行武断政治 凭借军事和经济上的绝对优势 对大明采取强力压制的政策 家光的武断政治 把德川幕府的统治推向了顶峰 此后武断就成了德川幕府制式传统 而德川家强硬的家风 也一直延续到幕末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